第40题 关于生铁、手铁和钢铁的叙述下列何而正确 这是老师上课有教请同学要记住的事情 生铁的含碳量最多 那么它适合塑造就称之为铸铁 而我们的手铁含碳量最少 那么它适合锻造 因为它最接近有铁的延展性的性质 那么我们的钢的含碳量借在两者之间 所以它有一些性质就借在我们的生铁跟手铁之间 兼具它两者会有的特性 所以第40题我们说 有关于生铁、手铁和钢铁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含碳量与杂质最多的是生铁